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实上 除了青铜部件外 车上还有很多金银部件 看起来雍容华贵 两升车总重量为2302千克 零部件总数超过6000件 一号车的车厢是一圈低矮的围栏 车上立一柄车伞是按照皇帝收敛 征战或是参加礼仪活动的马车制作 称为立车 二号车的车厢分两部分 前部公驾车人乘坐 后部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有窗有门 乘车人可作可悟 乘为安车 两车均为单元 双轮 司马戏驾 是秦代典型的单元马车 道士高等级马车上的标志性装饰物 马车上装到起源于战国时期 秦汉时期是帝王马车的专有标志 同车马上的倒装在右餐码头顶 形状像一个带饼的阴碎 由底座 柱饼 锤鹰三部分组成 底座呈中空半球形 安装时将半球形底座与参马头顶的蘑菇形圆剂扣合 再用两根类似发簪的插销锁定 柱饼的顶端有一椭圆形中空铜球 周身布满小孔 每个小孔中插装三至四根铜丝 形成垂鹰 多数文献说道是用牦牛的尾毛制作 古代文献提到帝王城鱼时都说左道 而铜车马上的倒是在右餐码头上 多数学者认为道在右边可能与秦带崇尚的方位有关 西汉以后左道成为帝王马车一丈中的固定理质 持续了数百年之久 标识迫使马匹拐弯或停步的重要部件 铜车马的每副马路上均有两件标 它们位于马嘴两侧 大小相同 呈弧形条状 均为银质 彰显出车主人尊贵的地位 标万差于铜衔两端的环孔中 再去上下两端五厘米处 各有两个小孔 用以连接骆驼的两条盒带 作用是上接马骆驼 乘装并稳定铜衔的位置 防止衔在马口中左右滑动 由于配绳季结在马嘴旁的弦环上 而弦环上还惯插着标 只要御手牵了某一个手中的配绳 马嘴两侧的标变一同向该侧扬起 马就会拐弯了 我们熟悉的分道扬镳这个成语就是由此而来 铜车马的两乘车上各有一件青铜玉冠 他们头戴盒冠 腰配铜剑 代表着较高的身份地位 履行着驾驶马车的职责 一号车的玉冠勇是站立驾车的姿势 他五官端正 长方脸型 宽额高拳 粗眉后唇 留有八字胡 二号车的玉冠勇违既作驾车的姿态 他五官清秀 脸庞圆润 上唇的根根胡须清晰可见 赞刻的眉毛像与毛般立体呈现 他们的发丝采用英克手法 八纹的来龙去脉胶带的十分清晰 双手指节的粗细 关节的弯曲都刻滑的微妙微笑 仔细观察会发现 两人的目光均是微微下势 神情攻击 专注 二号车上玉冠勇下势的眼睛和略微上翘的嘴角 把高级玉冠那种谦卑却又自信 谨慎又得意的心理活动刻画的淋漓尽致 两件玉冠勇的造型达到了行神兼备的艺术效果 赋予了冰冷的青铜无限的生命 同车马彩绘的整体色调素雅清新 彩绘用色多达十几种 其中以蓝 绿 白 珠红四种颜色的用量较多 彩绘颜料均为矿物质 彩绘纹样有奎隆纹 流云纹 各类零花纹 以及多种多样的几何纹等 彩绘的手法主要以平图和勾画为主 少数部位采用粒粉绘画的技法 呈现出浮雕式的纹样 看起来极有立体感 同车马的彩绘不是一般意义的装饰美化 而是对秦始皇帝使用马车的材质与结构的真实描迷 具体来说 有的是表现自然界的本色 如马的毛色和勇的肤色等 有的是为了表现木质勾件 皮革等器物表面 修期彩绘的颜色和图案 如车轮 盾 弩等 使用最为广泛的是表现丝质紧箔表面的纹理和花纹 如车厢内外 车盖内表面和玉冠的服装等 同车马精美的彩绘真实在现了高等级马车的原貌 是研究和副务员秦始皇帝乘鱼马车的宝贵资料 秦陵二号同车马是坐乘车的一种 车厢的前世面积很小 是专供驾车玉手乘坐的座位 后世车厢大 四面屏蔽 具有良好的私密性 是车主人乘坐的区域 二号车是坐乘车中的安车 被确定为安车理由有两个 直接证据是车上发现了诸书文字安车第一 另外 二号车的结构和文献记载的安车结构相同 车上有车盖 四周屏蔽 实际《李斯列传》和《汉书霍光传》中均提到温良车 岩师古柱 温良车原本是安车 车旁有窗友 孟康柱 温良车 有窗友 避之则温 开之则凉 二号车的主车厢四面屏蔽 前部和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可以开闭的车窗 后部开设装着单扇门板的车门 车窗可随时开闭调节温良 它就是秦汉时期的温良车 据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 温良车曾是始皇初询使用的重要马车之一